HELLO 英雄说书的观众朋友你们好 我是说书人阿瑞 替大家带来精彩的英雄故事 在六月底讲完长江铁壁陆亢的故事之后 睽違好几个月终于要来聊聊 当时站在陆亢对面的好敌手 统领荆州兵权的洋护洋淑子 进入正题前小聊一下 坦白说我蛮喜欢这种主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从不同人物的视角去看同一件事情 一起来体会一下 换了位置就换个脑袋的感觉 没错很多人说历史研究要客观看待 可是如果是说故事 我却认为主观是必要的 无论是说书人的意志 或者我们猜测当时主人的思考逻辑 这些都是故事之所以迷人的醍醐味 好啦马上就要进入正题 赵冠丽就从洋护的身家背景开始说起吧 洋护自属子 出生于公元221年 卫文帝皇初二年 与东汉灭亡差不多时间 他可以说是真三国时代的孩子 在曹魏政府统治之下成长 当我们把时间表继续往后拉会发现 一般常讲的曹魏巅峰时期 是曹操、曹丕、曹瑞、祖孙三代 曹瑞过后呢 曹家皇帝的权力就开始由胜转衰 旁落到宗室与后来的司马家手中 曹瑞是哪一年过世的呢 公元239年 这时候的洋护还未满20岁 换句话说呢 洋护成年开始工作时呢 曹魏政权就已经是进入一个暗潮汹涌 充满变数的时代 他是如何通过重重挑战 成为在亲史流民的将军呢 我觉得可以从他们的家族讨论起 洋护的家族根据地是泰山南城 泰山洋家虽然在三国治里面 不算是台面上最风光的大家族 可是仔细爬书我会发现 他们交往的士生名流非常多 是属于深蹲扎根型的 如果要类比的话呢 跟之前讲过的 征服真女王娘家 有异曲同工之妙哦 大家看完影片后呢 可以自行比较一下他们的家风 我觉得蛮有趣的啊 就说洋家啊 世代在朝廷里当官 传到洋护呢 是第九代 阿公是东汉的南洋太守 带领百姓对抗过黄金之乱 阿爸是上党太守 不过很遗憾在洋护12岁那年就过世了 后来我们小杨呢就把叔叔杨丹哦 当作半个父亲侍奉 乡里间呢传为佳话 而这个杨丹呢也当过泰山太守 还有曹魏政府底下的太长 听到这呢你就发现哦 家族聚餐的时候啊 那是一屋子的公务员哦 不过这还不是最厉害的哦 官职头衔不会跟你一辈子 有没有什么呢 比那些虚名更能扩大家族影响力呢 没错哦 就是现代人哦 开玩笑说啊 爱情的坟墓 可是呢 封建时代可是全力的胜堂 婚姻 摊开泰山杨家的家族婚姻网路哦 我觉得都可以拿来当作 民法继承篇的考题了 我们先从关系比较近的开始 杨护的外公是东汉赫赫有名的大学者 蔡庸 所以呢杨护要叫蔡文姬一身阿姨 杨护呢有个姐姐叫杨辉渝 是司马师的第三任妻子 后来的锦县皇后 所以他可以称司马大将军一身姐夫 到这里还行吗 复杂的来咯 刚刚我不是有提到杨护年幼丧妇 是由阿景扶养长大吗 他的叔叔杨丹 娶的老婆是曹魏仲臣心脾的女儿 心献婴 心脾何许人也呢 官拜九亲 还以大将军军师身份 陪司马懿打过五丈元之战的那一位 而杨丹与新献婴生的女儿 后来则嫁给了夏侯渊的孙子夏侯庄 在曹魏时期呢 夏侯家也是兼具宗室与外妻的身份 名号响叮当啊 他们跟杨家结婚之后呢觉得 诶这个泰山杨家好像不错哦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还单身的年轻人 可以赶快账号绑定一下 他们一查之下呢就发现 长大后的杨护啊身高七尺三寸 为人健谈有内涵 还留着一把漂亮的胡子 三国时期帅哥标准配备 就决定是你了 小杨啊有没有女朋友啊 没有啊来来来 阿伯认识一个女孩很可爱的啊 于是在长辈热心牵线之下 杨护娶了夏侯爸的女儿为妻 攀上了这个曹魏豪门 杨护啊是不是要人生起飞了呢 说到这夏侯爸啊 我们拍过专片介绍 这里呢就简单提一下 他曾经是大将军曹征曹子丹的手下爱将 后来曹征过世后呢 他儿子曹爽接班 还成为年轻皇帝的辅政大臣 权力之大那是不在话下 杨护结婚之后呢 我虽然不能肯定是岳父从中帮忙 但在他本人列传中可以看到 国家四五次呢 想聘用杨护出来做官 但都被拒绝 而到了曹爽掌权的期间啊 曹爽更是想直接请他出来当官 读得出一种扮用墙的味道咯 杨护有个好朋友叫王沈 就以说客的姿态呢 劝杨护答应 杨护啊 只淡淡的回答他八个字啊 为治世人 富何容易 我个人解读是呢 你现在去当的啊 不是朝廷的官 而是曹爽的官 换句话说呢 就是选边站的意思 乱世之中啊 想要选对边 谈何容易啊 后来啊就发生了曹爽与司马懿 父子党之间 叮叮叮叮叮的高频林之变 细节呢 大家哦 一样参考一下我们右上角资讯卡 因为这个惊天动地的事件 前面当说客的那个王沈啊 被迫丢关回家 跑去跟杨护说呢 我总算知道啊 你之前说的 选边站不容易 是什么意思了 神奇的是呢 杨护却回答哦 我当初啊 也没料到会是这种结果啊 这是谦虚客套还是实话实说呢 两种都有可能 在高频林之变中呢 我们可以很粗略的分成两大阵营 偏向曹爽这边的曹家宗士 夏侯家 还有一些卫国老臣 另一边呢 则是司马家与一些司马懿司马师 提拔的终生代 看起来呢 很像是党派斗争啊 双方水火不容 但他们毕竟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啊 私底下的关系呢 不是说切就切 杨护还有他的叔父杨丹 都同时呢 跟司马家与夏侯家有交情 这时候你到底要挺谁 真的不知道啊 在这种情况下 不会选呢 就不要硬选哦 有可能是一个最佳节 是杨护自己的决定 还是他叔父的建议呢 我们不得而知 但因为他的不表态 所以让他台面上 中立方的立场站得很稳 高平林之变结束啊 曹爽赔上一条命 杨护的岳父夏侯爸 甚至呢 吓得抛下魏国 逃亡蜀汉 很多与夏侯家 有殷亲关系的名人 都忙着 挥挥剑 斩情司 把妻子修掉哦 想要避免被牵连 独独杨护与老婆的关系呢 稳如泰山 当然啦 他也有付出相当程度的代价 在官场上 继续深蹲十多年 没有留下太多政绩记录 史书上呢 提到哦 他是母亲兄长接连过世 心灵饱受折磨 所以无法担任高位 我相信呢 原因哦 不会只有一种 但顺着命运的河流 流向未知的方向 原本就是一种人生智慧啊 在我心中呢 杨护他不是不想做大官哦 因为他内心还是有理想的 是什么理想呢 我们下一段来说说 杨护再次替朝廷服务啊 是卫少帝曹毛在位时 曹毛是曹丕的孙子 广义三国时代晚期的君主 过去我们比较少提到 中慧呢 曾经评价曹毛啊 是有曹职的文学涵养 加上曹操的军事才华 但是呢 曹毛即位的时候 年仅12岁 就算真的是曹操在世 12岁的曹操啊 也很难逗得过当时 控制朝政的司马师与司马昭啊 曹毛当了短短不到6年的皇帝 说过最经典的一句话 大概就是 司马昭之心 路人所知也 后来他决意发起兵变 率领数百名贾士跟司马昭叫板 最后兵败身亡 年仅20岁 诶 没错 皇帝发动兵变诶 乍听之下呢会傻眼哦 细细思索呢 则有点哀伤 好啦 回到杨户这边啊 他在曹毛当政时出来当官了 担任中书侍郎 皇门郎等职位 然而呢 这里我会去思考 杨户当的是曹家的官 还是司马家的官呢 以下说的 纯属个人假设 我认为杨户在这个时间点 正式选边站的可能性提高了 而他选的呢 是司马昭这边 这里有太多蛛丝马鸡啊 可以探寻 譬如刚刚说的曹毛兵变事件后 杨户升为关中侯 后来更转调秘书件 掌控国家中央情报 要么呢 他在兵变中啊 有通风暴行 要么呢 直接出谋划策 无论哪一种可能 都是曹家的对立面 大家也不要认为说 诶诶诶 你杨户怎么这么没节操啊 你帮着司马家篡位 回头看看杨户出生时啊 也刚好是曹魏取代东汉的关键时刻 在那个时代 什么叫做正统哦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答案 公元265年司马昭过世 隔年他的儿子司马炎从曹家子弟手中取得皇位 改国号为晋 视为晋五帝 而司马家与杨家的亲密关系啊 在这些权力更迭中整个浮上台面 后来司马炎呢 让杨户的姐姐杨辉瑜成为太后 西晋狼爷公王的岳母 晋惠帝的第二任皇后 都是泰山杨家 顺带补充哦 司马昭的岳母王元姬的老妈也姓杨 从曹魏过渡到西晋的过程啊 可以说是杨洋得意 好不热闹 与此同时呢 杨户的影响力变大了 他的目标呢 越来越明确 我认为啊是 在司马炎登基前 杨户成为秘书舰 并且呢管领皇宫禁军 这两项职位啊 都是备受信赖的心腹才能担任 不过当改朝换代后呢 司马炎哦 大风文武百官 杨户却再次推辞各种加官禁决 最后虽然是担任了上书幼蒲叶 魏将军 但要知道哦 以他的关系辈分 完全可以取得更高的职位啊 我猜测呢 杨户如此谦让的原因是 他必须消除司马炎 任何怀疑猜忌自己的可能 以达成呢 他接下来想做的是 统一天下 终结乱世 没错 当时距离一统江湖的最后一块拼图 就剩下 江东孙吴势力 杨户的目标 与皇帝是一致的 因为身后信赖 他得以用 甲捷 都督督金州一切军事的姿态 在前线处理三国的终局之战 杨户的战略呢 是有步骤的哦 他不急着发兵攻打敌人 而是采取 屯田练兵的经济战 与东吴呢 南北对峙 同时表现出宽厚大度的管理方针 他不去刻意限制百姓的迁徙 努力呢 让金州北部安居乐业 东吴的人民士兵要投降很欢迎啊 要离开呢也不阻挡 这就是四个字哦 收买人心 作为一个地区指挥官啊 收买人心这种事情呢 是很难拿捏分寸的 但杨户一生的口碑形象很明确啊 谦逊有理 而且从不冲康老板 这让他呢 可以顺利执行任务 不被扯后腿 说个小八卦哦 是我Machi史前文化做的假设 在三国志无书中呢 有一段记载 东吴当时呢 有一位宗室大臣 前将军孙秀 因为被皇帝孙昊猜忌 最后呢 带着家人亲兵 投奔进国 由此一说啦 认为压垮孙秀的最后一根稻草 可能哦 就是杨户用忌 派人去吴国散布流言 大家哦 做个参考啦 连孙家子弟呢 都可以离间 杨户这个 以得福人的功力啊 可能不下硫磺书呢 我们看看西晋的大战略 很清楚 他们握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国土地 接下来呢 靠着国力碾压东吴 应该是早晚的事 不需要急着进攻 增加自己无谓的伤亡 这中间呢 本来有个机会 是可以取得关键战果 那是我们在陆抗影片中提到的西陵之战 这场战争引爆点呢 是前东吴丞相布置的儿子布铲 在担任西陵守将期间呢 决定投降进国 而这个消息我猜司马炎是知道的 事情发生前呢 他就先封给了杨户 狙击将军的头衔 仿佛就是要让他在前线准备受降 时间点呢 非常巧合 一个南北两国谍对谍的概念 然而呢 东吴情报网也很可怕 对面的名将陆抗 他同样发现自家人通敌的证据 提前做出准备 所以呢 最后靖国在西陵之战 是以失败告终 此战过后呢 杨户被贬官为平南将军 但是呢 他实质上的任务没有变 依旧坐镇荆州 实行他以德服人的计划 差不多呢 这个时间点 他开始了与陆抗相敬如宾的时光 两个人互相送礼 虎胸不骚的记录 不生没举 陆抗送酒给杨户喝 杨户买药帮陆抗补身子 陆抗呢 还赞美杨户 有越义诸葛孔明之财 而荆州一带的东吴百姓呢 甚至也有尊称 这个敌军统帅为阳公 而不直呼其名 看似浪漫感人的休战期间啊 其实杨户承担着不少的压力 由于他主导当时最重要的对外战争 却迟迟没有进攻动作 加上呢 之前在西陵之战时 他曾以违反军法为由 想要动刀斩一个人 那个人叫做王荣 名字很熟对吧 竹林七贤的那个王荣啊 不是同名同姓哦 王荣呢也是狼爷王家的大家族子弟 当时啊 在洛阳势力并不下于杨家 两边梁子就这么结下了 讲认真的哦 如果不是杨户从年轻到老 积了不少福德 司马炎对他绝对信赖 否则呢这种派驻外地的五官呢 没几个人能撑得过流言传来传去的攻击啊 单单就这一点而论呢 要说他像诸葛亮还真的有那么一点 只是呢信赖的基础不大一样就是了 还是要回到残酷的现实 虽然杨户没有被谣言击垮 可是中年发迹的他呢 却得对抗天命的大宪将至 晋武帝贤宁初年约莫公元275年后 皇帝啊下令杨户担任真南大将军 提出主动攻击计划 杨户表示呢 主力部队啊可以从益州荆州顺长江而下 直奔降临 而中原兵力呢则可以敲锣打鼓 做事攻打剑业 在多方包围之下呢 东吴必然疲于奔命 则统一大业可成啊 这战术不太需要讲解啊 因为基本上呢就是 大势已定多路进攻 不过当时国内却没有太多人支持 杨户的做法 有两个原因哦 第一个是呢 前头提到部分政敌对杨户并不友善 第二个是呢 不巧北方鲜卑部落正在作乱 很多人认为应该先除外敌 再定内乱 哎蛮耳熟的对吧 杨户哦不这么看哦 他认为东吴平则北胡自定 意思是呢 你赶快统一中国 鲜卑就会吓到知难而退 坦白说呢 两种做法我觉得都可以 也都有优缺点 杨户只要有自信可以速速消灭东吴 他的预测是合理的 作为皇帝的司马炎也很为难 到底要不要为了力挺杨户 而得罪其他大臣派系 就在司马炎犹豫之际呢 其实杨户的生命蜡烛 也正一点一点的燃烧到尽头 我想哦他是有自觉的 公元278年 姐姐杨辉渝呢在洛阳病逝 杨户尽管这时候有病在生 仍然坚持回到洛阳致哀 也对司马炎呢 做出最后的建议 大意就是呢 趁着孙昊暴虐无道 没有比这更好的出兵时机啊 否则下一任东吴皇帝 是好是坏 没人知道 统一之日遥遥无期 如果老臣啊 没机会带兵 杜狱是最好的人选 仿佛五丈元一命的情节 杨户呢留下继任人选后呢 没多久就离开人世 据说当时正逢大寒 司马炎得知消息呢 泪流满面 胡须上都结成了兵竹 而镇守南边的军民百姓 得知杨将军过世的消息 哀伤的情绪传遍前线 连对面东吴的士兵 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公元279年 杜狱接下正南大将军的头衔 依照杨户规划的大方向 从西线骑袭荆州南部 以势如破竹之势 击溃东吴守军 隔年五月 吴祖孙昊宣告投降 也让所谓的三国时代 正式画下句点 关于杨户的一生 看似资料丰富 却充满了神秘感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关键在于 他从不轻易表达 自己的内心情感 也仅仅是到了人生最后阶段 我才能从自理行间 感受到那种 迫切希望有生之年 可以看到乱世终结的期盼 早年杨户进入官场时 适逢党派对立 他宁可放弃升官机会 也要保持低调 中年获得提拔时呢 没有被权力游戏冲昏了头 只拿取对于达成目标 有帮助的头衔 取得皇帝司马炎的超级信赖 我们从一些侧面记载中会看到 杨户在驻守荆州襄阳期间 虽然是前线要地 他却常轻装剪出 以种超然的姿态 安定军心 虽然后来受到部署劝谏 减少这种高风险的行为 但我们还是可以在禁书中发现 他利用军旅空闲呢 跑去城外登山践行 与部署把酒谈心 发丝骨之幽情的记录 而据说襄阳百姓们啊 也在杨户生前常造访的地方 建碑立庙 四十祭祀 许多人看着石碑上的文章哦 想起杨户 忍不住又会流下泪来 因此命名为 堕泪碑 最后好奇啊 想问观众一件事 从今天的故事看下来 大家觉得杨户的人生 是属于好命还是坏命呢 我想应该是符合大多数人 好的期待啦 但杨户有一句名言 叫做 天下不如意 横石举其八 故有当断不断 这话说在他积极请求国家 发兵东吴的那段时间 即使是像杨户这种 在世人眼中 称得上官场如意 没有太多惊险的幸运儿 他仍然会觉得 这世界上不如意的事情 十之八九 大家不要说这是 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我认为呢 这是一种杨户 警醒自己的态度 他靠的呢 就是那种 把每个选择 最好最坏状况 都想通透的闺毛性格 才有办法活出我们现在看到的顺遂人生 这样的人生你喜欢吗 不妨顺便思考 在背后付出的努力 你愿意吗 喜欢今天的故事吗 英雄说书需要你的支持 让好故事被更多人听到 动动手指订阅我们频道 打开小铃铛 选择接收全部消息 这对创作者的帮助非常非常大 如果你还想要给我们更多鼓励 也可以扫描加入会员QR Code 用每个月一杯咖啡的钱 赞助我们的内容创作 这里是英雄说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